这一次呢我是给他打电话 我说咱们你看到了年底 我说咱们爸还礼一下吧 把手续办一下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把自己说得那么冠冕 你自己什么东西 你自己很清楚 别我扯淡一天 我在胡适那几年 我每年不给你钱呀 房贷车贷都我还的 一天你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 全是你的对是吧 自己干些什么事情 自己很清楚 高女士坦言 像这样的言语 已经不算是狠毒的了 所以她坚决要和丈夫离婚 那么对于妻子的说法 丈夫刘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她对妻子所说的一切 能认可吗 她又会同意 妻子离婚的要求吗 如果今天想要跟她 说些什么的话 你会想跟她说什么呢 唯一一个要求就是 请专家帮帮我 我毕竟要离这个婚 因为我还想活下去 我不想让我妈妈看到我 白发人兽黑发人 因为她是一个无奈 房贷带她不活 孩子孩子她不活 我们家里所有的 两人大发一块块的 一个网都是我买的 她从来不会花钱 她说的东西都不是现实 我为什么要理你 实话实说 你做人就要实话实说 对吧 你说的你越这样说 ok 我越不理 你还爱她吗 说不爱 那是不可能的 说爱已经 能恶心说了我 一点能往的 把我冲死里冲 你知道吗 看您上来这个状态 表情 跟我们刚才听到 那个录音 这完全是俩人呢 有些事情呢 被逼到那份上以后 就怎么说呢 老虎不发威 你别当我是冰猫 您这话话里有话 主持人说的是对的 确实是话里有话 他刚才讲的东西 我很多 我在下面听了 很多东西 属于子无虚有 我这人以前 是从来不骂人的 我从来不骂他 但是从刚才 他的叙说当中 你们的婚姻 今天是前后五十年 各有五年 从后五年开始 您有一个大转变 我觉得可笑 就可笑在这里 知道吗 可笑就可笑在这里 因为我这个人 以前是有脾气 但我以前是 从来不骂人 而且是尤其是他 尤其是他 我从来不骂他 从来不骂人 我们的感情 以前是特别特别的好 都是别人 我们所有公司的人 包括我所有认识的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羡慕 只是说感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 从我去外地 想要打拼点事情 他对我是什么感觉 他对我的脏话 就是人家 猝不是人窝囊废 经常对我说的是这样的话 你像他那样 他到后家 骂我也这样 就这样知道吗 骂我孩子也 就这样骂 而他刚才跟各位主持人 和各位老师说的是什么 他从来不骂人 只是我没有去录音而已 这个人就是 就会这样 特别会 人有个外人在我们家 他特别会 冠冕堂皇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胜石 请不吝点赞 胜石